9月15号,在918事变爆发93周年前夕,多名清华日军后裔来到杰林长春,由长春师范大学组织接待参观了维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沦陷史陈列馆。 在了解日军暴行后,他们纷纷表示,要把真相带回日本,特别是要让日本的青少年了解历史真相。 长春是日本清华时炮制的维满洲国首都,坐落于此的维满皇宫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伪政权所在地,留存有大量日本清华罪证。 他们先后参观了艰苦卓绝14年,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,清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。 76岁的黑井丘夫曾多次在日本中小学及大学讲演,揭露日军暴行。 此前一天,他在吉林省公主领事战前小学赤脚归地,为媳妇当年犯下的罪行谢罪。 中国人们在很困难的状况中,自分自身的国家作为了解历史。 我会认为了解历史。 我和我父亲弟,或是日本国、或是日本人, 我从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 真的没有认识 没有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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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从来看着这些年轻人的认识 70岁的岗山辉明曾是一名高中教师 看到清华日军第100部队成员回国后继续从医 他感到非常气愤 他表示此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军国主义的决心 他要把战争真相讲给更多人 69岁的吉泽质子计划回日本后 将此行建文整理成册 分享给更多人 长春师范大学教授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李苏珍表示 此行将帮助他们更全面细致地了解 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 具有深刻的教育价值 这对铭记历史 真爱和平 尤其是对日本企图洗白加害的历史 具有深刻的全面的教育价值